大光蒙照耀过的荆棘知识会以另一种形式永久留存于此 嗯,它就像是灶脚在水里扬起的泡泡一样 又是这么奇妙的比喻,但我好像能理解 草之王的意思是,末日被据定的力量改变,藏在某一块淤泥之中 是的,应该在距离很近的地方,我们靠过去看看吧 好,虽然是泡泡了 不,这是我我的蚊子 词你证明 我先去看看 我不会知道 ,看好了 对呀,对呀,对呀 快看 他就在那里 看来要把周围的淤泥都清除掉 你们应该有办法吧 用流铭石对淤泥牛口罩一下就好了 凉用苦口罢 一场苦尽甘来 此极智慧之殿堂 雨线难化 断 终于把他救出来了 他应该就是预言里提到的生命了 那道光 等等 有黑色的东西骂出来 他不太对劲 怎么回事 不是说已经被净化了吗 是不是因为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淤泥的力量 虽然比末日更稳定 但依然是很不友善的力量 经历了漫长的浸泡 他不一定还能保留神志 怎么会这样 我们有一堆问题要问啊 用我的元素力 应该可以驱散他吧 可是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李星者 没关系 我相信你的判断 我也有点草率了 想想看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吧 哦 对呀 之前你说 那里面的元素力和他们一模一样 像他的力量吗 可是 草之王在犹豫 我也在犹豫 在了解他真实的作用之前 就贸然使用 说不定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不懂 这不行 那不行 救命 要急 我理解你的想法 但正因为这是我们回家唯一的路 才更需要谨慎 没关系 你们不用争论 消耗掉的元素力我会想办法 既然如此 旅行者 能将给你来使用吗 据我了解 你对禁忌之事 有种不可思议的抗性 不要勉强啊 我会担心的 我会担心炭 我会担心是 你担心太多了 等了多长时间 太好了 看起来得救了 曹之王亲自来找我 就说明末日结束了对吧 您是不是又变小了 抱歉 我这部分的记忆很不可靠 我已经不记得你了 嗯 也对 已经我就是为了这部分不可靠而存在的 您曾说过 末日会被彻底清除 与其关联精密的记忆 也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就连您都不能保证 在那之后还能牢记 我也无法在这里活下去 说实话 已经有些人撑不下去了 我本来以为 我会更坚强一些 面对末日的力量 无论是谁都会无能为力 为了保留相对稳定的记忆 我必须 以往 尽如 尽如自己所见 尽 如您所见 我 很难坚持太久 抱歉 我明白了 谢谢你 他是什么 你能给我答案吗 这个是 火种 拯救曹之龙的必要之物 看起来 他的状态还不错 真是太好了 这是当初曹之王和我们族群 共同制造的东西 模拟了曹之龙 旅宙之心的运作方式 曹之龙 已经被末日 折磨了太长时间 他的力量 所生无几 但 只要用火种 重新激活他的旅宙之心 他就能 终渐自愈 自然 我们的家园 也会 恢复圆状 绿洲之心 就是阿佩普的力量之源吧 原来如此 怪不得这个晶体能治好它呢 这就是它的用途啊 什么 你们为了救我 使用了火种 对啊 怎么了吗 这可真是 算了 这不怪你们 你们并不知情 火种将极高浓度的元素力 凝结在这个小块之中 它很强大 也很脆弱 这种存在形势并不稳定 为了避免出现意外 你们千万不要再使用它了 既然我是制造者 我也会为它负责 你不用担心 另外 火种 除了治愈草之龙 还能够与宇宙之心 产生共鸣 换句话说 你们能够通过火种的指引 找到草之龙的所在之处 快去吧 这件事 可不容缓 你呢 别管我了 你们快回家去吧 大家都要回家 你也不例外 我刚刚就说了 我早就失去了 被曹之王拯救的机会 曹之王 谢谢您能来见我 谢谢您 愿意拯救草之龙 我们异族的过去 得到了守护 我们异族的未来 也得到了延续 能见到他们回家 我就 心满异族了 喂 不对 等等 他变成 芋泥了 可以再用一次流明石吗 我能感觉到他的元素力 拜托了 他最应该回家 这是他应有的结局 这是他留下的一小团光吗 我感受到了 他的知识与情感 全都恢复成元素原本的样子 和其他家人 融为一体 不要伤心 各位同伴 他的愿望实现了 现在很幸福 因为外形并不重要 是吗 因为外形并不重要 家园得救 家人重聚 这比什么都重要 走吧 回家 回家